Hello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我是Way 那如標題所見 澳洲買車及投資 沒錯,今天要跟你們探討這一個問題 那這個也是現在澳洲二手車市場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呢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其實也剛解封沒多久 那你們應該很想要來澳洲 那其實已經有一批背包客 已經湧入澳洲了 一解封就過來,來這邊打工度假 又加上昆州是那個時候疫情爆發的時候 它是一個最穩定的州 所以導致新南威爾斯州的澳洲人 他們也搬上來昆州 所以你看喔 裡面本身的澳洲人加上外來的台灣人 或是世界各地的其他人 那全部都湧入昆州 那這個情況就是會導致車子的價錢不斷的升高 要買車買不到車的狀況 對,那我現在身後的這台車 是我在澳洲的第五台車 然後它是馬自達的CX5 對,那跟你們分享 我上一台馬山 那個時候大概是一年半前吧 它的年份 年份是2014年產的馬山 然後那時候里程數是13萬公里多 那我買的價錢是9500多塊 對,那時候成交價是9500多塊 那我是跟一個在這邊生活一陣子的中國留學生 他已經拿到PR了 跟他買到了 對,那他就是因為要升級大的車子 所以就買到那台馬山 然後那個時候是買到這個價錢 然後一直到 然後到今年的年初吧 對,我把它馬山賣掉了 對,那我的賣掉的價錢是12000塊 對,就是你看喔 我開了 而且那個時候 我賣出去的那個里程數是 大概168000公里 我足足開了3萬多公里 然後又 這個年份又多了一年半的這個時間 它的壽命啦 它的那個稅數 對啊,然後你看 那這樣的狀況我還可以再現賺2500塊 這個就是現在澳洲二手車市長的生態 真的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那個是馬山嘛 那我現在這台CX5 這台我也賣掉了 對 下個禮拜四 我就要把它隔讓出去 OK,那我這台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公里數是大概53000公里 然後年份是2019年的車子 那我買的價錢是27000塊 然後我這台車子是跟 當地的澳洲家庭一個媽媽 跟她買的 那她買 那時候賣的原因就是因為她 她的小朋友人員很好 他們每次那個假日的時候 都會帶她的同學 然後載很多小朋友 然後她說這台車就是太小了 沒辦法載 載不下 所以她換那種更大的那種 可能可以載9元的那種大車 所以就賣出去 那我那時候是用27000啦 27000跟那個媽媽買到的 那我這台最後的成交價 是賣給一個迷手 對,成交價是賣27500塊 嗯 那你們不要說我坑 我有坑粉絲喔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這個真 我這台價錢 這台車的價錢這個狀況 其實可以賣到 27000到3萬 我有在那個Card Sales 還有在Facebook上面的Marketplace看過 就是 現在這台車的價錢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狀況 那她現在的里程數 我其實也沒有開她多久 里程數也只有到六萬四 然後對啊也只開不到半年 哈哈 你們一天也會問我說 欸喂你不知道回台灣了 怎麼那個時候還買這台 沒有就是計畫感不上變化啊 今年四月要回台灣了 所以就趕快把她脫手 OK那 我們 先進去看一下 CX5的內飾好不好 大家應該也很好奇 OK Hello guys OK 好啊 那這個就是 CX5的內飾 那我跟你們分享 那時候 會買CX5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被她的車頭吸引到 真的是很帥 辨識度很高 然後 同時 我也被她的內飾吸引了 對那你們應該也知道 Mazda 它是一個內飾很強的廠牌 對也確實 我覺得她的內飾做得挺好的 然後 那個時候 馬三嘛 還沒有這個 Smart Key 就是 就是不用鑰匙 就可以啟動引擎的 這個系統 然後這個 這個系統我超愛的 就是不用上車 然後你還在那邊找那個鑰匙 可能找不到 它的安全系統 我覺得做得挺好的 就是它有一個 軌道偏移系統 還有跟車系統 就是做得很足 因為有時候 下班真的是 很累 然後有時候會稍微 真的喔 真的會稍微晃生 然後會稍微 那個軌道會便宜 可是它把我校正回來 我覺得 很棒 就是很適合 開場堵車啦 就是它自己有安全的 安全系統的部分 對啊 然後這邊 空間也是滿大的 就是放一支 13還是12 完全忘記 它是12還是13 對啊 沒有問題 OK那我現在就啟動引擎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 你看它這就是 Smart Key 在我馬上還沒有這個系統 那你們看到中控這邊 上面有一個8吋的螢幕 這螢幕是我覺得 嗯 很加分的地方啦 對 因為它是直接可以連那個 Apple CarPlay OK OK 那那一次看完了 帶大家看一下 我最喜歡的 CX5的後車廂 對 休旅車嘛 後車廂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這就是 澳洲藍領的後車廂 應該 大家都跟我長的一樣吧 現在在看這支影片 做藍領的 好 那給你們看一下 它 就是我平常的工具 也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主要是這一咖啦 這一咖 我每天去新的工地 我就是 我就是拖著這一咖 然後 這個什麼 防塵面具 沒有口罩 防塵口罩 對啊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我的腰包 哇 這腰包帶回台灣 來 尬一下 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上這個腰包啊 它是腰包界的LV Buckerel 真的 這個腰包很貴 我這樣 這個腰包配下來 大概要 四五百澳筆 超貴的 可是 做澳洲 就是 做澳洲藍領一陣子之後 覺得這個錢 就是 不是說沒什麼 是值得 值得那個投資啦 OK 那現在讓你們看一下 工具箱裡面 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什麼工具都有 那就不一一把它翻出來給你們看 因為太髒了 那最後想要給 現在在找車 以及未來可能要買車的 背包客一些建議 那 你們也看到 就是我前面跟你們分享 現在澳洲二手車市場的狀況嘛 對不對 那也確實 我是希望 還沒有來澳洲的你們 你們可以先在台灣 先存一點買車基金 應該是說三年前的資訊是這樣子 就是準備五千塊就可以來澳洲打空度假 但是 現在 五千塊要買到一台 車子可能都有點問題 是買得到車子 但是車子的狀況可能會 嗯 不是很OK 所以我是蠻建議大家可以就是 嗯 再多存一點錢 可能到八千塊 七八千塊 然後 買到比較好的車子 因為 我相信你們 即便你們花七七八千塊買到一台車子 你們之後再賣出去 這個價錢不會掉很多 真的這是我自己的經歷 那當然你們在買那台車的時候 也不能買在那台車子的高點 你們一定就是 看有沒有人剛好在急售車子 然後就是 買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然後之後你們再賣出去 說不定還會賺一點 那 現在的車子真的是不太好買 就是 因為我最近幾天 也有在幫我朋友看車 就是現在的常進人 我在幫他看車 我們到現在 我們找了多久啊 宏林 嗯 應該兩週有了 兩週有了 對 然後我們現在還找不到車子 對那 之前我們原本 下班後我們要去看車 結果怎樣 就基本上 車況比較好的車 就一下就秒殺了 對對對 就是我們那天已經約好了 他已經約好了 然後還沒下班 中午的時候他就說 那台車已經賣出去了 都已經約好 我們今天下午要去看車 真的就是 車況比較好的車子 真的是秒殺 現在的車子怎麼會這麼難買 對那我為什麼會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多花一點錢 在車子上面呢 就是 除了剛剛跟你們說的 之後賣出去 不一定會虧錢 說不定還小賺 那如果你只花五千塊以下 去買到一台車子的話 那我覺得那台車子 可能除了他的年份很高 離成數很 很高 也很高之外 那之後 車子可能也會遇到一些 維修上面的問題 那 其實你在把維修費 再加上你原本那台車子的費用 加起來 其實就等於說 你是花七八千塊 或者是甚至一萬塊 去買到一台 車況沒有問題 車況沒有問題的車子 那倒不如為什麼 不剛開始 我們就先 花多一點錢 買到一台沒有 沒有狀況的車子 就跟你們經驗分享啦 就是 在車子上面 就是可以提高一點預算 然後買到一台 車況比較好的車子 年份稍微比較高一點 離成數比較低一點的車子 OK 那這大概就是今天的影片 然後我們也跟 我的寶貝CX5說拜拜 對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 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跟你們見面 OK 那我們就 下次影片見囉 See ya